妞妞 你要和我做童猪 我不要 我要和妹妹做童猪 奶奶来和我做童猪 我也不要 我要和猫猫做童猪 不和我做童猪来找 我不稀罕的 那我和牛牛做童猪 她肯定愿意 我自己一个人坐一张桌子 我不和你做童猪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都不和我做童猪 大龙 你自己难道不知道吗 大家快看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最新款玩具 还可以变形呢 哇 妞妞 你的玩具真酷啊 你玩完了可以借我玩玩吗 当然可以了 妞妞 我也想玩 什么最新款玩偶 让我看看 我的 哪龙你干嘛 这是我的玩具 我还没玩够呢 我的玩具 妞妞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不就是一个玩具吗 真有这么生气吗 哪龙 你真是太过分了 是你弄坏了我的玩具 害得我回家还被妈妈批评了 多大点事啊 我怎么不记得了 大龙 还有呢 大龙 这次考试 美美考了第一 而你竞不最大 所以老师 奖励你们两个人一人一个汉堡 哇 谢谢老师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记得把汉堡分给美美一个 好的 老师 你快去吧 太高了 这下我就能吃两个汉堡了 真好吃 大龙 你看大老师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美美 老师说我考了第一名 要给我奖励呢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 可能老师一会儿就回来了 大龙 我后来问了老师 又是你偷吃了我的汉堡 哇 哇 还有我呢 嗯 乐乐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她问怎么会做剧 乐乐 你怎么还在这里玩 怎么了 大龙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看到你的妈妈很生气 还说什么已经知道你上次考试不及格的事了 什么 糟糕了 你还是快走吧 她正在我这边来呢 嗯 完了完了 我妈妈知道了肯定要走我了 我还是乖宝宝 大龙 这就是你的恶租剧 我妈妈根本不知道 我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我们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大龙 看玩笑也要适度 你的玩笑已经伤害到我们了 我们并不喜欢 好吧 这件事算我做错了 牛牛妈妈 你们又是为什么不和我做同桌 我应该没开过你们的玩笑吧 除了爱开玩笑 你还是个爱撒谎的坏孩子 所以我们才不跟你做同桌 什么 大龙 你不想先把宁宁的水杯摔坏了 太平宁宁说 是风吹的 我和老大都看见了 老大说 不能跟你这么没担当的蒙古儿做同桌 好啊 大龙 我的水杯坏了 原来是你干的 我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会感冲的 我可不想一直没有同桌 那就看你的表现吧 伙伴们 你们的同桌都怎么样呢 我们下期再见